大家好 这里是最佳拍档 我是大飞 2019年2月22日 数十万以色列人的目光都望向了遥远的太空 他们的月球探测器创世记号即将登上月球 一旦成功 以色列将成为继美国 苏联和中国以后 第四个在月球上软着陆的国家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私人资助的月球着陆器 由以色列非盈利机构Space Air 和以色列的航空工业公司IAI运营 不仅如此 它还是有史以来执行登月任务 最小也是最便宜的航天器 最初一切都非常顺利 然而就在距离预定着陆时间10分钟左右 一系列技术故障出现了 首先是创世记号上的恒星追踪器出现了问题 导致工程师无法确定它在太空中的方向 其次 这个经济适用型着陆器上 唯一的一台电脑在执行任务时 莫名其妙的不断重启 最终在边重启边降落的情况下 创世记号以超过3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撞向了月球 所有人都曾经对创世记号寄予厚望 他们甚至还在着陆器上放了一个月球图书馆 它由25层40微米厚的涅薄组成 满载着人类文明 前4层由纳米光刻技术 刻了3000万页文档和照片的微缩图像 后21层是光盘模板 存储了超过100GB的压缩文件 月球图书馆隶属于一个非盈利组织 方舟使命基金会 他们一直致力于在太阳系内和周围 建立多个人类知识的存储仓库 此时心灰意冷的Spaceair成员们并不知道 就在方舟使命基金会将月球图书馆交付给他们的几周前 基金会的创始人诺瓦斯皮瓦克突然决定 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月球图书馆里加入一些DNA的样本 大自然用树脂形成的琥珀 可以保存数一年前的地球生命 受到这个启发 方舟使命基金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决定用还养树脂做成人造琥珀 他们把斯皮瓦克和其他24个人的毛囊血液样本 以及一些圣地的生物样本 比如说印度的菩提树 以及脱水的水行虫混合进了树脂 薄薄的添加到了每层的涅薄之争 又在包裹月球图书馆的高温绝缘胶带上 撒了几千只脱水的水行虫 于是这些水熊虫就随着坠毁的创世记号 落到了月球上 众所周知 水熊虫是一种生存能力极强的生物 不仅能够耐受接近绝对零度 负273摄氏度的低温和高达151摄氏度的高温 还能在真空和辐射等极端环境条件下生存 老高尔小默也曾经做了一期节目介绍 号称是不死之身 地球上最强悍的生物 大家如果对水熊虫还不太了解的 可以去看看他们那期视频 斯皮瓦克毫不在意的说 这些水熊虫什么也算不上 不过是来自地球的失忆签名 可是人们还是开始担忧 本来没有生命的月球 是不是就要被这种地表最强生物给污染 从美国月球勘测轨道器拍摄的照片来看 坠毁的创世记号 直接把月球表面砸出了一个坑 虽然科学家早已知道 水熊虫在高达7.5G帕的液体静压墙下 也能够存活 但毕竟这次是和着陆器一起从空中坠落 在撞击月球表面的瞬间 水熊虫承受的是极高的激波压墙 它真的能够活下来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英国肯特大学的团队开始做实验 研究水熊虫能否耐受这样高强度的冲击 他们打算用气枪将子弹射向沙子 模拟水熊虫乘坐创世记号撞击月球的场景 不过研究人员用的可不是我们现在在体育比赛中 见到的气手枪或者是气步枪 而是一种特殊的二级氢气枪 普通的气枪子弹速度通常不会超过每秒500米 但是肯特大学的这台二级氢气枪 射速可以在0.3千米每秒到7.5千米每秒 在这之间任意调节 为了模拟宇宙中不同天体的环境 研究人员还用液弹把子弹靶向的目标冷却到了100K 大约是零下173摄氏度 或者是加热到了1000K 大约是727摄氏度 用这样高级的气枪发射体长不超过一毫米的水熊虫 可真算得上是大炮打蚊子了 当然了这样的高级玩意儿用起来是很费劲的 一天最多只能发射两枚子弹 接下来水熊虫就要进入弹仓了 研究人员首先贴心的给水熊虫喂食了很多的矿泉水和苔藓 然后将这些吃饱喝足的小家伙们放进了空心的尼龙子弹的底部 这些子弹装满了水 每枚子弹中有两到三只水熊虫 这样当子弹撞向沙地的时候 每只水熊虫都会受到均匀的冲击 随后工作人员将这些子弹放进冰箱 冷冻了48小时 在这种情况下水熊虫会进入一种名叫豚的冬眠状态 它们的身体会脱水 收缩成一个看上去没有生命迹象的小球 新陈代谢降低到正常水平的0.1% 不过一旦解冻 它们又能够在8到9个小时内恢复活性 随着一枚又一枚载着水熊虫的子弹 笔直的射向几米外的沙地 研究人员测试了从0.5千米每秒到1千米每秒 这之间六种不同的射击速度 对应的峰值激波压强从0.61G帕到1.31G帕不等 每次设计完之后 研究人员都会把没有子弹的沙子倒入水中 用浮悬法除去沙子 继而观察水熊虫的恢复情况 结果显示 当子弹的射出速度不高于0.7千米每秒 对应的峰值激波压强0.86G帕的时候 所有的水熊虫都会慢慢的苏醒 可当射击速度达到0.8千米每秒 对应峰值激波压强1.01G帕的时候 就只有60%的水熊虫能够恢复活力 一旦子弹速度达到了0.9千米每秒 对应峰值激波压强1.14G帕的时候 水熊虫不仅无一生还 甚至还变成了碎片 而且所有经历过这场测试的水熊虫 都要比正常同类多花好几倍的时间 才能从囤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这张图是测试前后的水熊虫 其中上方两张图是测试前的水熊虫 左下角的是测试后成功恢复的水熊虫 右下角的是测试中撞成碎片的水熊虫 当创世纪号的金属框架撞击月球表面的时候 产生的激波压强会远远超过1.14G帕 想来这些水熊虫小小的身体 一定受到了大大的震撼 我们可以确认它们无法幸存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之一 亚利杭德拉·特拉斯帕斯 给创世纪号上面的水熊虫们 出具了死亡证明 公元前五世纪 古希腊哲学家阿纳克萨格拉提出 生命遍布于整个宇宙 由太空尘埃 流星等等这些东西 携带到各处 这一假说又被称为配种论 由于这直接涉及到生命的起源 许多科学家都在研究 生命能否通过陨石成功的转移到地球上 或者地球上的生命 是否会随着地球的碎片落后到其他的地方 曾经有研究认为 地球受到剧烈撞击时产生的碎片 速度足以飞到月球 计算结果显示 这种碎片撞击月球的平均垂直速度 达到了1.3千米每秒 峰值激波压强超过了两季帕 已经超过了水熊虫能够承受的压强 看来地表最强生物 大概是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定基月球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有没有什么生物能够超越水熊虫生存下来呢 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 还曾经用同样的二级清气枪 将冷冻的酵母包子 加速到接近气枪的速度上限 也就是7.4千米每秒 这样垂直入射水中的包子 要承受大约43G帕的峰值激波压强 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 部分酵母居然能够重新的生长繁衍 虽然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 酵母包子的存活率只有0.001% 但相比于0.9千米每秒撞击下 就会变成碎片的水熊虫 1千米每秒撞击下的酵母包子 还能够有50%的存活率 也是非常令人惊叹了 不过如果想要探究生命能否在天体间转移 除了撞击月球时的峰值激波压强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 比如说地球受到剧烈撞击时的压强 是否过大 以及这种撞击是否产生了生命都无法耐受的高温等等 因此哪怕是再强大的生命体 经受这样的重重考验后还要存活下来 恐怕依旧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生命的起源确实如神迹一般 虽然科学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 地球生命来源于其他星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我们依然可以抱有美好的幻想 或许这些乘坐不扇车飞上月球的水熊虫们 正在做着甜甜的美梦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